甚至一个孩子在他的一生中都需要学习,彼得拥有宇宙中包括我们在内的每一件事物,我们作为人类的骨骼,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,不应该做什么,以及当我们应该做某事时,在心中应该有的心境,这是我们都需要遵循的事情,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都缺乏的东西,也是我们都需要重新带回生活中的东西。 所以,在今天的诗句中,如果你听到一些背景噪音,我在一个噪音很大的地方,所以今天的诗句将来自第十六章和第二章,正如我们所知,大多数人根据圣纳坦达尔玛永恒的永恒方面讲话,所有人类的永恒法则都不会改变,这意味着我们真正的自我,及阿特玛永远不会改变,因此,由克里希那神明确提到,我们是永恒的,这个自我是永恒的。 而所有其他变化都不是自我,所有其他变化都不是真理,唯一的真理就是自我,因此,我们都必须了解真正的自我,它是永恒的,因此,我们不应该追求那些是暂时的事物,尽管我们的大脑,我们的神经化学,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思想,渴望那些是暂时的,因为那是我们所知道的一切。 一旦我们集体或单一一个人了解了自己,倒绕过所有关于身体的歧视,如性别,周期和一切,然后你只是了解了自己,一个人经历到的能量几乎是无限的。 理解这一点是恒河的目标,理解生命实体的真正地位是恒河的目标。 为此我们必须侍奉至高无上的主,为此我们必须有巨大的前程,巨大的信仰来理解我们是什么? 我们是那一位至高的一部分,因此毫无疑问,我们必须努力理解这一点,这是人类生活的唯一目的。 而恒河在很多时候都已经很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点。 为此我们必须遵循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,每个人都必须遵循一种方式。 今天的视频非常简洁,非常简单,我建议每个人都从头到尾学习恒河,以便我们更全面地了解我们是谁,主是谁,爱是什么,信仰是什么,虔诚是什么,以及他如何带领我们摆脱痛苦等等,我们必须生活的行动方法是什么。 第十六章是通往神圣世界的精彩之门,我建议任何开始阅读恒河的人都阅读其中的一章。 第十二章作为Bugti瑜伽非常重要,从头到尾阅读也是一个好主意,特别是第二章的下半部分在哲学力量方面也很精彩。 但任何开始Bugmata的人都应该从头到尾阅读,今天的视频将只有几节,神圣人的品质,拥有更多神性的人。 当然,我们不能宣称百分之百的神性,我们都有自己的缺点,自己的人性错误,我们不断受到业力或过多的欲望的困扰,愤怒。 所有这些都在我们身上发生,有时你会被愤怒攻击,对周围的人说话很刻薄,这是非常负面的,有时我们会因为那些是暂时的而变得贪婪。 这已经被克里希纳神明确地描述了,这些都不是一个智者应该追求的事物,因此我们都必须尝试并不断弥补我们的过失,如何通过逐渐培养克里希纳神明所称的神性品质来提升自己。 实际上说,这些品质在出生时就已经内在化了,甚至在一个孩子受孕之前,这些品质就已经开始在孩子的生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,并且它们已经存在。 所以我们都有这些正面和负面的品质,在我们内心,这也是占星学的一部分。 某些个体因为他们之前的生命因果而拥有更高水平的一些负面品质,他们需要净化自己。 还有一些人,在他们之前的生命中已经练习了很多瑜伽,瑜伽的意义是瑜伽,他们正在等待自我实现的时刻,他们已经很先进,但在现在的生命中,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,再次因为一些以前的生命因果。 他们也需要培养这一点,他们需要再次阅读恒河,然后醒来,并从他们留下的地方重新开始,这是精神服务的特点,如果我们在某处犯了错,我们可以从我们意识到, 自己犯了错的时刻开始,只要我们想努力回到我们的位置,我们实际上可以回到原来的位置,这就是精神锻炼的美妙之处。 这也是克里希娜所带来的东西,希望培养的好品质是无畏和坚定自己的思想,没有确切的英文翻译,但那是我们需要逐渐培养和激发的东西。 这意味着,我们应该将我们的思想和整个存在都投入到智慧瑜伽中,理解克里希娜神明确提到的神明,因此,主自己在恒河中提到。 我们必须逐渐学会修炼Bhakti和Yana,我们应该始终尝试理解经文,阅读来自各种人的经文,倾听大人物的解释,尤其是范式、瑜伽式和真正的沙度。 他们可以直接从经文中向我们解释真理,所以我们都必须在一天中抽出一些时间,听一些圣经和圣经解释的人,这些人来自一条Parampara,例如,或者一些不同经文的论述,将多余的东西给予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,这就是真正的慈善,自我控制。 控制自己,不去从事对自己有害的活动或不必要的活动,基本上是纯粹地寻求快乐,试图阻止自己走上那条道路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,也是通往真正瑜伽的第一步。 牺牲我们的自我是最大的,但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几个阶段,即使是像火计这样的小牺牲实际上也是一个过程,简化的牺牲实际上是通往最终放下自我的过程, 我们都是基本上是初学者,我们只需要开始并继续尝试这样做,因为自我是一种使我们在每个方面都停滞不前的东西,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,自我都是一种使我们停滞不前的东西,所以这是我们必须尝试避免的东西,尽管它每天都在影响我们。 这些是一些我们需要培养的品质,非暴力,ahimse,是其中最重要的品质之一,避免暴力非常重要,无论在每次会议,人际交往,还是言语中,我们都不应该给任何人带来麻烦,不应该通过言语,身体或思想伤害任何人。 当然,言语也是身体的一部分,但是是的,我们不应该在这三种方式中伤害任何人,包括动物和人类,不应该仅仅为了满足感官享乐而伤害任何生物,这是伤害任何生命的最严重形式,今天有很多人在这样做。 我建议每个人都遵循非暴力之道,这是开始精神进步的中心支柱,诚实也非常重要,不要发怒,试图减少愤怒,反对愤怒会不断袭击我们,就像一个敌人,就像一把锐气,我们必须捍卫自己,并确保我们处于一个有利地位,这是非常困难的,但我们需要尝试。 我不会在这里教授这些品质中的任何一个,我已经在我的以前的视频和直播中提到过它们,所以我建议你们请看一下它们,但这些是一些我们需要培养的品质,也有一些我们需要避免的品质。 然而,有些人由于它们之前的因果关系和现在的性格特点,对理解有很有限的能力,它们让整个世界感到不适,它们给每个人带来麻烦,因为它们的观念是,这个世界基本上是可以利用的,唯一的生活目标就是永远焦虑。 它们总是将自己与身体和思想联系在一起,这些人被称为拉克夏斯·拉克萨斯。 这在《恒河》中有很生动的描述,这些人对生活没有其他的想法,只是满足身体和思想的一些短暂版本,满足他们自己的自我。 这些人在精神上上升会很困难,但如果我们感觉到自己的负面品质在某些时候确实攻击我们, 但我们需要识别何时他们正在攻击我们,并立即捍卫自己,并理解这不是自我在参与,而是来自外部因素的攻击,攻击我们的思想,这是需要捍卫的东西。 所以当孩子们年轻时,应该充满信心和无忧无虑,因为毕竟不是我们在执行活动,而是至高者在掌握一切。 只要我们遵循恒河中所说的,就没有必要感到焦虑,没有必要害怕,一切都由它处理。 这是我们应该记住的一种心境,放弃过度的控制,变得无忧无虑,冷静和平和。 同时遵循自己的德尔玛,达尔玛,这并不意味着你需要放弃一切。 这是克里希纳神明非常明确的,因为有些人误解了教导,说只需要放下这个世界,你知道。 这就是我们需要非常小心的地方,我们应该按照经文中的自己的德尔玛行事。 不会伤害周围的任何人,同时保护特定的人或任何东西。 例如,警察不能完全实践非暴力。 对于他们来说,非暴力也包括对另一个人的保护,所以非暴力非常广泛。 如果如果是宗教暴力,那也是非暴力。 实际上说,因此,在尝试理解恒河时,我们应该非常小心,我建议学习整本经文,让我们传播爱,让我们每天都成为更好的人,让我们利用恒河来实现这个目标。谢谢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